新北市政府去年首度举办跨年淡江大桥跨河烟火之后 今年也将在2022年12月31号晚上8点23分 与淡水河两岸淡江大桥淡水渔轮码头 还有巴黎水上运动中心三个地点 首创两岸三地的同步释放 让民众在淡水、巴黎两岸都可以欣赏到美轮美奂的烟火秀 因此当天下午4点开始进行交通管制 为了要服务市民参与跨年活动需求 但还轻轨从12月31号跨年夜 将通宵营运连续42个小时不打烊 烟火的这个线放了超过一公里 我们的发射的这个烟火超过14,168发 刚好就是14,000然后后面是一路发 那我们当然就是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我们有要发射日本的 他们叫火花节的这个冠军弹 今年也是要来我们这边来放 为了要与大家一同迎接2023年 新北市政府再度推出璀璨新北1314 就爱你跨河烟火 而这一场烟火是全台湾最长 不限长达一公里 同时也是全台湾跨年夜首发的烟火 选在2023分施放 也蕴含着迎接充满希望的2023年 而另外当天淡海轻轨将分时段加开列车 蓝海线从平时的三辆列车 加到同时11辆列车运行 班距也是人潮状况 缩短为6分钟 而夜间人潮疏散之后 捷运公司将持续的在现场 视情况调整列车班距 我想延续去年的经验 今年一定会更加精进 尤其是今年我们预计人数会更多 所以巴黎那边跟我们鱼儿码头 去年的话就有鱼儿码头这里 所以巴黎那边一定会加强我们交通的修导 然后我们的那个活动 从下午3点就到晚上 我记得是到9点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疏散的那个时间是蛮充裕的 新北市副市长表示 新北跨河烟火选在淡江大桥施放 并且以友善亲子为目标 下午开始在河岸举办活动演出 而烟火在晚间的20点23分开始施放 让大家可以从白天逛到晚上 而未来淡江大桥完工之后 也会成为新北重要的地标 结合烟火和漂亮的河井夜空 一定会更加的热闹盛大 精彩程度绝对媲美国际 记者许多安音 淡江大桥采访报道